胡锦涛到现场中共委内的二十大人民代表大会 习近平在之前发给他权位的胡锦涛的一个新常委的名单 二十大就两个重要议程 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剧率委员会的名单 胡锦涛到现场后发现他这个名单和现场的名单人不相符 名单上没有 包括胡春华 包括王岐山 包括韩正 原来都在名单里边 是留任的 都有职务的 都没有 而全部换了习家军 锦涛就说 哎 习你怎么敢这么干呢 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个时候说 你给我这个单子不一样 这个时候的王沪宁和栗战书 韩正 躺下了这韩正第一个冲起来就看他的单子 看单子的时候 锦涛就拿出来一张纸说 我要说几句话就去拽习近平的两个麦克风 习近平把他的麦克风推掉 不让他碰 麦克风同时被屏蔽掉了 也没有声音 这个时候韩正和旁边的王岐山和旁边的汪洋 都要站起来看这东西的时候 被习近平阻止 坐下 所有人都坐下的时候 习下令让中办副主任钟绍迅过来 把锦涛同志请出去 钟绍迅过来了 请胡锦涛往右转 看那个指示往右转 刚才那个照片 胡锦涛拒绝 说我要说几句 然后这个时候栗战书就跟他抢文件 王沪宁就把文件塞到了桌底下 这个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告诉绍迅说 请保镖过来 把他给我架出去 这个时候栗战书就跟胡锦涛争执文件的时候 孔绍迅 保镖请来 请右不成 直接保镖就过来把一个九百度的眼睛近视的胡锦涛 当年因为在西藏圆上眼睛受到左右残疾的眼镜拿掉 等于他就瞎了 同时栗战书把文件交给了保镖 这时候栗战书踩着胡锦涛的脚 怕他站起来 不让他动 这时候 绍绍迅 保镖来了 才允许把椅子拉开 然后保镖架着他的胳膊绑架着形式说 往左走 我带你去演讲 到前面让你演讲 胡锦涛很冷静地去拿他被抢走的文件的掰开那一页 在开会之前给他发的根本跟现场不相衬的 那个假的常委名单和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投票名单 被阻止 锦涛在这之前曾经尝试拿习近平手里边 那个现场表决名单被习近平制止 这时候再次的王沪宁栗战书说保镖带走 这时候栗战书想站起来也参与到绑架胡锦涛 他不是去帮胡锦涛 是帮助把他推出去绑骗架出去的时候 被王沪宁制止 然后一个中南海的保镖 是超出常人的 捏住他的肌肉 架住他的肩 让他离开 胡锦涛扭国身来告诉习 他巴主席说 我就想说几句 我支持你 被习近平啊啊啊啊啊两声 他顺手拍了下李克强 李克强吓到目瞪口呆 然后钟绍迅阻止胡锦涛再拍 在肩 并用手把骗架 绑架的相识 架出会场 直接带到京西闭馆囚禁 同时下令所有他的夫人 政治案件委员会 所谓的委员会就在京西闭馆指挥 总负责人王沪宁 具体审判案件由丁薛祥 现在全网屏蔽所有声音 这是所有的